欢迎收看猛星叉加挑战赛第二届 我是你们的大水滨 猛星人 鱼速超快 老可神 对于上次猛星叉加挑战赛 已经过去了12天这久 我是我懒 是盖房子真的太累了 嘿嘿嘿 我太盖起来我自己都还没住 就要被几个混蛋炸了 我盖房子都没动力了 但是 我还是盖出了比上次 根据挑战性的房子 没错就是这个在频道上的房子 它不仅采用了下层式地基 双层天花板设计 里面还有我两层公里的电路陷阱房 为什么是两层公里 不是十层公里 那是因为我怕他们自闭 哼哼哼哼哼哼 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有一位十千小时的老玩家 在盘观赛 他就是乐于助人的维克托 飘渺 防疫措施做的不错 战胜新冠 人人有责 还有另外一位 上千小时的老玩家 119 这伙子还在睡觉 喂快醒醒 你老婆跟别人跑了 跟我跑了 老得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两位老玩家 被安排在我家的炮楼观赛 那么邀请我们的三位参赛 哼 呃 先柏人真帅32 第二位 河托 第三位 鼠闹 三位当中是剩最多的 也就一百拉个小时 算得上迷腹七色的萌新 那么他们需要使用 六十发射射 占个火箭筒 三十发火箭弹 两千发高爆子弹 炸开我冰岛上的家 另外 衣服 医疗用品 和食物 以及木贴子 都是广告的 无限使用 那么 比赛开始 在住在弧币上面的家 最让人头疼的 就是没办法上楼顶 一开飞机 就会被楼顶的炮台打下来 而且也没有办法 从高处点到炮台 因为距离十二代太远 所以他们只能从一楼 开始炸进去 好的 他们拿好了装备 准备出发 因为情况比较危险 他们只能尽点少带物资 避免死亡之后 捡不回来物资的尴尬 此时选手 拖拖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跳了一下 把院子里的炮台击中 在哪打的 这么吓人 只有下一票 三个小年轻 顿时迷惑了 这里头参加个比赛 连跳一下都要挨打的吗 没事跳吧 不过很快哦 他们立马发现了炮台的位置 随便尝试着能不能卡子弹 但是很快哦 新某人真帅32 被击倒在地 我顿时迷惑了 这里头参加个比赛 别长得太帅 都要挨打的吗 好的他们决定不耽误时间了 直接对着我的大门就是 一发 两发 三发 用用用用用 高爆吧 高爆 这波叫什么 这波叫请讲节约 我他妈 新某人真帅32 他又被接到了 还被石头炸了脑袋 啊不对 他炸了脸 我顿时迷惑了 这里头参加个比赛 人长得太帅的要被打脸的吗 另外一边 选手死到在出生点 强力用八倍可以点射掉 我院子里拉住高处的炮台 选手拖拖他们 已经开始进到院子里了 我他妈 起来能不能别这么突然呀 石头这边还在点射炮台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将会干掉我的第一个炮台 没错 卡爬的就是这么简单 要么射程比他远 要么就是卡死角 如果射程不能卡死角不能卡 那就直了挨打了 32这边 那星母32怎么又被打了 阿里他妈还把他依否 好得可以看到 是我放在这边的无助炮台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个地方 没有死角 也不可能超出炮台的射程 怎么办 突突像用火箭头把他们打掉 但是一路头就被激活了 星母真帅32 也想来试试 但是石撞更惨烈 这就非常难受了呀 他们遇到了 比第一季里两位猛星 更急熟的炮台 他们会作何处理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三位游戏时长不超过300小时的 猛星选手 自告奋勇的来参加了 猛星挑战赛 他们需要使用规定的物资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抄家 但是刚进院子 就遇到了制作炮台群的激活 三位选手纷纷狗带 更尴尬的是 他们狗带的位置 装备还很难讲回来 那么这五个炮台怎么搞 如果是屏幕前的你 也会怎么应对这炮台群 好的 三位模型使用了唯一一次 画的提示的机会 给我给出的提示就是 这个冰岛有两个可以上来的斜坡 在那边 在那边 去那边 托托选手恍然大悟 也许这次打到另外一边 能够找到炮台的死角 没错就是这边 这个斜坡上去 就能更接近炮台 而新母人正帅32这边 还在一年懵逼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吃个耶 托托选手分分钟就解决掉了一个高墙 坑到了这个角度的 唯一二两个炮台 这边这两炮台 是有死角的 虽然不敢打炮台 但是却可以疯狂地蹂躏 他的第一座 好家伙原来说这么多 多托选手 另外没有多少个炮台 都没有看清楚 好家伙这是把队友的头 他打火是在打呀 火箭筒威力不够 要加持一下队友buff是吧 队友几天法力无边 看吧 干队友之前微微落落 干队友之后重拳出击 那个东西只要点掉了 那个底板点掉了 好的 第三个把他也没干到 底板掉了 正面可以攻了 正面可以走了 太有一个 太有 你还想攻正面 小伙子还是太年轻了 我一般都喜欢从后面来 不是 我说我一般都喜欢攻后面 啊这 这话怎么感觉怎么说的不对啊 反正就是从后面进攻这个房子 好的 新某人正说看到队友寄天之后再惩蒙冰 蒙冰玩的还是立马撤退 不晓得怎么出生点还狗蛋一个 好的他们回到了战场 脱脱选手直接选择爆破玻璃门 爆开之后发现了我 隐藏着头顶的相当枪炮台 这波是我大意了 所以我们平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也不要抱怨天天被吵架 很多时候机会都是见家的人 亲自给吵架人的机会 可是脱脱为什么还不实现 还要驱控正面的炮台 是闹着时选择继续点到里面的 现弹枪炮台 很快啊 所有的炮台都被这伙点到了 门也被爆破了 但是我还打心就这样的东西 那就有点笑人的呀 给我跪下 现弹枪炮台这种东西 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房间有了 I'm gay 转眼间 稍微选择又都全部阵亡 我还敢做了 我更好的 我还选择 就没想到 咱们才懂在里面的 走一路 走一路 I will 走一路 转眼 在 走一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实际上不超过300小时的萌兴玩家 字架奋勇地参加萌兴超价挑战赛 需要用规定的物资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目前他们终于是克服了外向的冲创困难 来到我房子的内部 遇到了内部的第一个炮台 但是这个炮台居然被他们卡死角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怪我布置的时候 没有想好位置 走走走走啊 随着一声枪响结束 选手脱脱倒地不起 他好像真的不怕狗蛋 选手新魔人正帅32 拿起来火箭筒 他想干嘛 死狗欲 一发入魂 这道真的帅啊兄弟 我是说新魔人正帅 32 很好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在我的家 再问脚跟了 稍作修整之后 马不停地开始射击折叠楼梯 但是他们马上就梦穿了 还有门还有门 这两层门啊 双层天花板其实浪得续名 那么恭喜这三个兵来到了我的奇军室 与第一季玩家不同的是 他们一下了就看到了我的隐藏门 这也是个门 哦这是脚帘门 这是皮肤 可以的严厉不错 小伙子很有前途 但是你们认为谁是 怎么上去呢 啊 怎么走啊 哎呀 HOLYSE 他还有工作台挡住了爆炸伤害 不然一锅端 好的他们找到了 我通往李立贵的暗道 只要从这里下来 那么就欢迎拿到的最终Boss 电路陷阱房 那么他们会遇到什么呢 我要把这个炸掉了 刚会应该掉下来 啊 哪里 哎呦 哇的天 这个及时上回去的脚 就显得非常的可爱 不是我就特个懒而已 脱脱为什么要去开门啊 好吓人啊 这就吓人了吗 我这个房间可是由备而来的呀 准备好欣赏精神的表演了吗 我刚才那个脚帘门的皮肤好迷糊 我刚才那个脚帘门的皮肤好迷糊 又开开了 你们俩怎么又凉了 我看 这个赶一门 赶一门 对呀赶一门 我是这狗带就狗带吧 咋还开始鬼畜了 不和和的这不知道是哪位选手 上来就要把这个门给炸了 我想说的是 上来你们就必须要面对这个炮台了呀 铁子 你大意了呀 那么他们会怎么应对这个房间呢 玩家脱脱直接变成叙利亚玩家 先跟跑的同归于尽 那么他会成功吗 可以下来关门就 这个 我又没了呀 显然成功了 选手新柏人正算32 抛出C4 对着我的暗门就是两方 你看到这个房间了 如此 在牧羽的王家 都是四川的 主持人的 人这样 could 在那边 看着真正好的 这句都看着真的 吴运动 那点 成 如果 在那边 。 过了大约20分钟 三位选手终于磨掉了四个炮台 他们残骸到画风 也突见鬼出了起来 这两层头也都快被他们炸穿了 说是还是最后一座炮台 但可瑟士的范围霸的伤害可以炸掉吗 我把恭喜这三个B终于展现了这个Boss 总共耗时40分钟 总共狗带23次 托托终于是来到我的灵地鬼房 只需要把破最后两档门 你下去干嘛 他把总共狗带24次 恭喜这三位选手挑战成功 也感谢大家收看 蒙熙参加挑战赛第二季 如果本视频点赞破一万 将会迎来第三季 如果破不了 估计就没有下一季了 最后再次感谢三位蒙熙选手的参赛 快乐的观众 提升了自己 我是星魔人 拜拜